我看见他之后都得正称一声老师 那必须的 而接下来的这一位呢 他可以说 虽然说四十字才出道 但是经过他翻唱的歌曲 没有更红 只能更更红 而且他的金曲呢 也都刷新了很多排行榜的记录 虽然说大气晚成 但是他成了 他是我的金曲歌王 那接下来的时间 让我们请到的是 猪华女士和老爹 迪克牛仔 欢迎 有请两位 现在是原唱猜女帽的组合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迪 赶牛啦老爹 让阿华发言一下 大家好 我们朱华 各位好 朱华你参加过大大小小很多的歌唱比赛的评讳 那你觉得要得到一个新人 要得到一个 怎么样才能够有资格 去得到这样的一个成果 就是最具影响力 那最近影响力大概需要的条件还挺复杂的 首先要讨嗓子 然后会唱歌 然后在舞台上呢 这么长的周期的战斗 他需要掌控能力跟坚持 然后还因为有很好的个人魅力 赢得超高的人气 果然是老师 那下面我们就来看大屏幕吧 第五届 曾伟思 诺尔大调 也幅 最近影响力 内地女歌手 张亮业 她是内地流行乐团 最绝偷货的歌手 2010年 她的歌声 在世界杯赛场回荡 她的演艺经济 为中国流行乐团 输送了新鲜血液 她的舞台表现 引领着音乐潮流 每一首 一出来 大家都能跟唱 都能有反响 这才是一个歌手的价值 娱乐大典 严重的最绝影响力 内地的歌手 张亮丁 严重的最绝影响力 内地的歌手 陈初生 张亮丁 挑衡在2010年 最绝对这门电影的音乐上 她的电影音乐 阶级出版了 她是新一代商业电影 与流行音乐的融会者 我觉得其实 你要去 进入到另外一个领域 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严重的最绝影响力 内地的歌手 陈初生 恭喜 恭喜张亮丁 陈初生 祝大家表演的时间 张亮丁 迎接着表演的音乐成绩 成为了首位广告 二怀秀的华人女歌手 陈初生 凭借着出色的创作实力 和风格的多样化 在2010年 被张艺谋 徐克 冯小刚 高群叔等大导演 亲眼 成为了内地影视剧 主题剧一歌 恭喜张亮丁 陈初生 张亮丁 张亮丁 请大家为了 十分奖 张亮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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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谢谢光纤全美 然后谢谢娱乐大典 因为我觉得很开心 每年能够有新的歌 被大家认识 然后在颁奖礼上面 又有机会唱歌给大家听 所以我觉得今天 我一定要抓紧机会 然后更重要 很开心跟 跟初生一起拿这样的一个奖 今天还是第一次 颁奖礼 我们俩坐一块 有道理 然后 所以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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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开心 所以今天跟亮丁一起 获得了这份荣誉 那么 就是我觉得 其实每个人 每一段时期 都有不同的 被不同的人 或者不同的事情 所影响 那 作为我自己也一样 那今天这个奖项呢 我要感谢光线床梅 同时也要感谢 在我的人生道路上 影响我的每一个人 谢谢 恭喜 恭喜 再次恭喜张阿姨 恭喜 谢谢我们俩的老师 阿姨 拜拜 好 接下时间 我们继续来颁奖 我们要颁发的是 年度最近影响力的港台男女歌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